大家好,欢迎到瑞斯曼顿来 今天我们会学名言家句 名言,名就是有名的意思 言就是话,有名的话 名言,家句,句就是句子 家就是非常好 家句就是非常好的句子 好,那今天我们会学几句名言家句 这几句话是汪国珍说的 汪国珍,他是一名诗人 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不是苦恼太多 而是我们的胸怀不够开阔 不是苦恼太多 而是我们的胸怀不够开阔 好,那在这句话里呢 不是,不是,而是 这是一个句型 今天不是星期一,而是星期六 好,不是,而是 不是苦恼太多 而是我们的胸怀不够开阔 好,我们来看一下苦恼 好,这个苦恼可以是一个形容词 也可以是一个名词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还没有找到工作 还没有找到工作 他很苦恼 好,在这里 这个苦恼是一个形容词 他还没有找到工作 所以呢,他很苦恼 不是苦恼太多 而是我们的胸怀不够开阔 好,那我们来看胸怀 开阔 开阔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说 宽阔 或者广阔 一般我们会说 大海的胸怀 非常的广阔 好,那当我们的胸怀 非常开阔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快乐 不会很苦恼 那而是我们的胸怀 不够快阔 好,够就是足够 不足够开阔 不是苦恼太多 而是我们的胸怀 不够开阔 不是幸福太少 而是我们还不懂得生活 不是幸福太少 而是我们还不懂得生活 好,我们看这个句话 也是不是 而是这个句型 不是幸福太少 好,幸福 可以是一个名词 也可以是一个形容词 在这里是一个名词 不是幸福太少 而是我们还不懂得生活 好,那这个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懂得生活 我们就会觉得非常幸福 不是幸福太少 而是我们还不懂得生活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 快乐时就写一首诗 快乐时就唱一支歌 快乐时就唱一支歌 好,快乐和忧愁相反 就是快乐 快乐时就是快乐的时候 就唱一支歌 歌就是歌曲 我们会说支 一支歌或者一支歌曲 好,忧愁时就写一首诗 快乐时就唱一支歌 好,这个都是对应的 时和旧 好,忧愁时快乐时 旧 就唱一支歌 就写一首诗 无论天上掉下来的是什么 生命总是美丽的 无论天上掉下来的是什么 生命总是美丽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无论 无论天上 在这里就是从天上 掉下来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掉 掉 好,我们常会说 天上不会掉馅饼 天上不会掉馅饼 好,无论天上掉下来的是什么 生命总是美丽的 好,生命 在这里就是生活的意思 好,那无论天上掉下来的是什么 生命总是美丽的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芒果珍的名言家句 好,那下面我们来复习一下生词 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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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阔 开阔 不是苦恼太多 而是我们的胸怀不够开阔 不是苦恼太多 而是我们的胸怀不够开阔 幸福 幸福 不是幸福太少 不是幸福太少 而是我们还不懂得生活 不是幸福太少 而是我们还不懂得生活 忧愁 忧愁 忧愁时就写一首诗 忧愁时就写一首诗 掉 掉 无论天上掉下来的是什么 生命总是美丽的 无论天上掉下来的是什么 生命总是美丽的 好,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生词练习 他很不高兴 他很 好,我们可以说什么呢 对了,我们可以说他很忧愁 他很不高兴 他很忧愁 好,那这个忧愁 我们也可以说忧伤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 他感觉不快乐 不 什么 对了,我们可以说 他感觉不快乐 不幸福 好,他感觉不快乐 不幸福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孩子不喜欢学习 父母感到很 好,父母就是爸爸和妈妈 好,父母感到很 对了 我们可以说苦恼 孩子不喜欢学习 父母感到很苦恼 好,那下一个 这个地方很大 很 对了,我们可以说开阔 这个地方很大 很开阔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 已经是深秋 树叶都 光了 好,这里我们可以说什么呢 对了 对了,我们可以说掉 已经是深秋 树叶都掉光了 好,那希望你做对了这几道生词的练习 好,那下面我来读一遍 没有拼音 汪国珍的名言加剧 不是苦恼太多 而是我们的胸怀不够开阔 不是幸福太少 而是我们还不懂得生活 忧愁时就写一首诗 快乐时就唱一支歌 无论天上掉下来的是什么 生命总是美丽的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希望你喜欢这段名言加剧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